哎 哎呀 想叫啥时候能收啊 该号码已被13亿人标记为诈骗电话 哎呀 喂 您好 请问是钱大牛先生吗 哦对对对 你是我姑姑吧 哦不好意思 我不是您的姑姑 我是电信的客服人员 哦对 那那我姑父人他去哪了 我不是你姑姑 先生您要再这样那我就挂了啊 别啊 那个我跟你开玩笑的 别生气啊 那个你说吧 什么事啊 啊是这样的 为了感谢广大的电信用户 我们呢特地推出了天气预报短信通知这个项目 每个月呢只需要三元就可以了 三块钱这么贵啊 能不能便宜点五毛行不行啊 先生三元已经很便宜了 那那你得等一下我得跟我媳妇开会商量一下 先生你这三块钱还要开会商量 对啊没办法 我就是一个上门女婿 我在家里没有地位 平时我买瓶矿具水都得上报一下 所以这事我必须得家里开会讨论一下 哦这样那您开会需要多长时间 嗯差不多五个多月吧 哎呦我去 五个月 对啊我媳妇他们家人太多了 还有九个哥哥八个妹妹 还有十个姐姐 外加九十个叔叔八十个姑姑 哎呀外加他五万个前男友 还有呢他家的鸡鸭鹅狗啊 那都得来旁听的 哎停停 嗯打断一下 您老婆前男友他们 还有那个这狗鸡鸭鹅 他们都需要这项服务吗 当然需要了这都是我老婆说的 我跟你说啊 这跟我二大爷家比起来 那就是百牛一毛 我跟你说 我二大爷家逛人口就有六亿多呢 他平时买个衣服啊都得申请五六年呢 哎我正好有我二大爷的电话 你要是不相信 你自己打电话过去问问啊 你给我滚 还六万钱呢 还六亿多个亲戚 哎呀这骗子火气可真大